《音樂科老師》 你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有老師這件事爆發了 一定有些後悔 因為一首歌而炒了一個這麼好的老師 大家都很不開心 因為他始終都是為了一個音樂科老師 所以大家都有些友誼的關係 就好像沒有了一個朋友 為什麼你選這首歌 因為我們覺得是一種派遙抗爭 所以我們才選這首歌去表達自己的聲音 你怎樣看校航的處理小民 即是要寫寫比賽 你捉到他們的麥克風嗎 捉到我們 沒有影響 其實校方以一個政治打壓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他完全相反了教育局長任雄說 不要將政治議題帶入校園的概念 但是校方一直都反對我們 就是他行一個白貨活動 希望不要有政治活動 政治的議題在校園裡面 但是最後自己就因為政治理由炒了 其實我想知道學校怎樣判斷 甚麼是政治 可否講清楚當天考試 你們是演奏還是唱 是多少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其實MISD當時是怎樣跟你們說 還有最後是怎樣決定 讓你們繼續去唱或演奏 MISD我們選的那首歌 MISD是沒有任何的 但因為他經常都覺得 以自由方式去表達的話 無所謂 還有就是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當時MISD有沒有常見 好像他公公開唱的 要跟同學自己想清楚 還有你們是唱還是演奏 有多少人唱多少人演奏 MISD提醒我們要避免社會議題 我們是以四至二人的小組一起唱 有人演奏戲 有人用口唱 是寫容給你 好嗎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